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灵权心语》的节目 你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到神的手里,求祂亲自的带领我们,在祂那里领受到数天的教导,使我们的心灵得到饱足 我们在上两次的节目当中,谈到顺从人还是顺从神的问题 又接着谈论如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个题目 但是最后呢,也强调说,神不需要我们成为简单的接受信号的机器人 一个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愿意用信心来跟从神的人 比一个明白了神的旨意,却没有信心跟从的人,更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那么接下来呢,朋友一定会问,你说要顺从神,又说按照神的旨意来顺服 后来为什么又说不明白神的旨意,也可以用信心跟从 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呢?而且,人怎么样才能够在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情况下,也来跟从神呢? 我们说到明白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呢,是清楚的知道自己前面的使命和任务是什么 就好像啊,战士听到命令说,前进三百米,见到一条河,造一座浮桥,让后面的部队通过 这个命令呢,非常的清楚具体,每一个具体的步骤和目的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可是呢,也有的时候命令是,前进三百米,就地待命,等候进一步的命令 就好像是啊,以色列人在旷野,什么时候天上的云降下来,他们就停下扎营 云升起来,就拔营出发 前面到底往哪儿走,要走多远都不知道 有的时候呢,神的旨意没有完全向人显明,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在黑夜中走过悬崖峭壁,因为看不清脚下的危险,就不会像在白天那样胆战心惊 飞机在空中小有故障的时候,不通知乘客是不想引起不必要的紧张 当我们不明白神的长远计划,仍然能够跟从神的时候 就证明了我们靠的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理性 约伯呢,就是在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情况下,受到苦难的试炼的 也因此呢,得到了非常大的祝福 不明白神的旨意,仍然能够跟从神,靠的是信心 具体的行为呢,就是完全顺服 今天呢,我们就谈谈顺服神这个题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说过,听话的乖孩子可能不够精灵 顺服神的人呢,可能被世人看为愚拙 我们再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中说的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士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这里呢,保罗讲了两件事 一件呢,是各样的计谋 或者啊,可以说是人的智慧 它是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士 另外一件事情呢,是顺服基督 两件事的因果关系是 当我们先放弃了人的计谋和智慧 我们的心意呢,才能回转 因此呢,就顺服基督 实际上,我们平常很喜欢把谦卑顺服连在一起说 有的人呢,就觉得顺服就是一种低姿态 好像啊,是在帝国时代 老佛爷一发令,大太监呢,马上一甩马蹄袖 扎的一声跪下,表示无条件服从 然而呢,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 把顺服说得很像是在打仗 又是攻破,又是夺回 好像是两军对垒在抢夺制高点一样 现在呢,我们再往回看一下 刚才读的经文的前面两节 我把这三节经文呢,完整的读一遍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盈垒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士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从这些经文里啊 保罗用了征战的兵器 坚固的盈垒 各样的计谋 攻破夺回 这些军事上的术语 可见呢 保罗认为顺服基督 可不是一件日常的普通行为 也不是简单的顺服有权柄的人 而是一场征战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征战 征战的敌人是谁呢 刚才的经文中 反复的出现了血气这两个字 强调我们呢 不凭着血气征战 征战的兵器呢 也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 这些字句呢 就表明了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征战 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那么到底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呢 在创世纪第三章中 记载十祖犯罪之后 人与蛇都受到了咒诅 耶和华神对蛇说 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女人的后裔呢 就是耶稣 耶稣基督的救赎 要打碎撒旦的头 蛇代表的就是撒旦的恶势力 所以呢 这一场征战是神与撒旦 在人心里的属灵征战 征战的敌人呢 就是撒旦 属灵征战 与福音真理相敌对的银垒 撒旦常常利用人的智慧 来抵挡神的真理 人如果不认罪 就变得自大 自以为凭着人的智慧 能做一切的事情 把人的智慧呢 当成了偶像来崇拜 而圣经呢 却教导我们 要成为愚拙 才能够接受神的真理 所以呢 属灵征战的目标 就是要攻破撒旦 利用人的骄傲 筑起来的银垒 这是心灵的决战 自高之势呢 是指的世界上 让人觉得荣耀 和有权势的事情 这些东西啊 就好像古时候的 高塔堡垒 把人圈在里面 不能认识神 人的骄傲 和自高之势的堡垒 被攻破了 人就得到了 神赐下的自由 不然呢 这些骄傲 自高的堡垒 会成为囚禁 自己心灵的坟墓 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心意就包括了 人的思想 头脑和灵魂 有人说啊 基督徒 有三个属灵的敌人 肉体的罪性 世界 和撒旦邪灵 这三个啊 是不可分的 他们同时在影响我们 心意被夺回 就要胜过自己的罪性 世界的引诱 和撒旦的试探 这是一场激烈的征战 人不能够明白 神的旨意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我们自己的罪 阻挡我们的心灵 接受神的旨意 一种呢 是神为了我们的好处 故意不向我们 显明神的计划 不管是在哪一种情况下 我们都需要顺服基督 第一种情况下呢 我们要对付人骄傲的罪 把心里那些拦阻人 认识神的自高知识 都放弃了 心意才能回转 懂得体贴 神的心意 第二种情况呢 就好像在大物当中行传 人的眼睛呢 完全看不清前方 神呢 就好像是领航的雷达 在人看不见方向的时候呢 我们要完全顺服在 神的带领之下 跟从神前行 通常的征战呢 要用世界的方法 就是强者 有计谋的人 往往就是赢家 属灵的征战呢 靠的是属灵的武器 就是神的大能 人要想靠自己的血气和能力 永远不可能胜过灵界的恶者 唯有掌握了绝胜的法宝 才能得胜 在属灵的征战当中 得胜利的法宝 就是顺服 什么时候 我们放弃了人的血气 完全地顺服神 把心归主 什么时候 我们就得着了神的大能 靠神得胜 亲爱的朋友 基督徒的生命 是一场永不止息的 属灵征战 除非你已经投降撒旦 否则永远没有挂免战牌的时候 真言说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 只要我们的心归了神 就不战而胜了 让我们低头祷告 慈悲的父神 我们愿将自己的心完全归你 在属灵的征战中 靠着顺服你而得胜 恳求父神 你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撒旦的一切阴谋诡计 祷告是奉靠 祝耶稣得胜的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 在节目的尾声 云和谢谢你的收听 愿我们的神 保守一切顺服 和信靠祂的儿女 使我们都平安蒙福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